好,接下来消化液的活性跟PH值的关系 重坐标是酵素的活性 好,越上面活性越大 横坐标是PH值 好,我们看蓝色这一条 它活性比较大,大概在PH值7左右 所以这是拓液,拓液是蓝色线 好,再来胃液 胃液的话是偏酸,它属于强酸性的 好,所以红色这一条在PH值2以下 活性比较大 所以这是胃液 绿色线的话就剩下长液跟蚁液 其实还有胆汁 好,它们都是偏微碱性的 好,大概是在7.8到8.6之间 PH值 就8附近,好,这是绿色 这是长液跟蚁液 好,这个图你要画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消化作用的影片 首先,好,这个人吃东西 透过咀嚼,好,把食物搅拌吞下去 好,这边介绍拓液会分泌淀粉酶 这是拓液 这是拓液 东西经过食道进入胃的时候 胃又会分泌胃液,它是强酸性的 然后胃会做乳动搅拌 把食物磨成碎片 好,再来幽门打开 好,食物再进入小肠的前段 十二指肠 这个记得吧 这是总胆管 这是胰管 它们在末端相接 有一个共同的开口 就在十二指肠 好,就这样喷出来 小肠继续乳动搅拌 把东西再往下送 在小肠的时候它会进行消化 前段是消化 后段空肠跟回肠是属于吸收 这个大颗的都是食物 然后小颗有颜色的 这个是消化液 在小肠里面有小肠液 有胆汁还有疑液 介绍吸收小肠中的龙毛 好,是纸状凸凸 老师刚刚讲过 这个每一个龙毛里面 红色网状的 这是微血管 它是吸收水龙性的养分 然后中间这一条比较粗的 这个叫乳米管 它是吸收脂溶性的养分 比如说脂肪酸 好,我们先看下一段影片 把东西吃下去之后 嘴巴搅拌之后 再死到往下送 送到我们的胃 这是胃可以容纳食物 胃壁有很多皱褶 所以可以容纳更多食物 10米从胃再送到12指肠 好,接下来有效益要喷出来了 这个记得吗 黄绿色这是包含的乙液跟胆汁 好,他们的共同开口在12指肠 这个是重点 好,这些消化液跟食物混在一起 然后在小肠前段 好,开始进行消化作用 最后由小肠的龙毛来做吸收 这些消化作用 就是准备食物 还有投入 那是 这也是 我说 在小肠 辘 比较 我说 在小肠 我说 在小肠